妹妹 我跟你说啊 话别那么多 别跟我耍话头 你要是敢跟我玩套路的话 你这十几天 就别想吃东西了 十几天 你们是要饿死我呀 大哥们 我 我这饿死了 你们不都白忙活了吗 大哥 大哥 安觉的 他说的又道理啊 一味道 我 用你的那味 快点 看来他们并不是想要我的命 那是为什么 掌嘴 我看不见 我总得看得见才好吃吧 大哥 要不把他眼罩给摘了吧 反正才逮着口罩 也认不出咱俩是谁 摘了吗 谢谢大哥 没事 来 吃饭 来 来 那个 你们把我 是为了找我手上那个直播艺人额钱吗 是 是 我们不知道什么直播 不知道直播 不知道艺人 我们也不想知道 不知道 不重要 不重要 你别看我这样 生活的艰辛我都懂的 我当年刚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 还不是一步一步打工过来的 想当初 我那个艺人 什么狗屁都不是 要不是我一直带着他 他现在还是接上一滩烂泥呢 所以啊 你们要是找他要钱 就是五百万 他也心甘情愿地给 你 您 您慢着点 你刚刚说 多 多少 五百万 五百 你们不知道我是干直播经纪的呀 那真是可惜了 我那个艺人 没我他真的不行 所以 你们去找他要五百万 就这点小姐 他肯定愿意给 他是游戏主播一哥特别的红镇的 你相信我 你看看直播就知道了 大哥 俺知道 戈壁村人的帖头 就 就是赶了这 直播卖货的事 对 家里呀 都赶到散洞方了 散洞了 等会儿 你怎么证明 真的假的 又怎么了 李显的账户 可我打赏了五万 还真是 不过他怎么突然给你打赏 这是他给咱的信号 你等我一下 播完了再来